高铁炸弹客流血听判 恶生改判20年 你说我要判几年比较合理呢 面对记者提问 高铁炸弹客胡宗贤不发抑郁 准备进入法庭听判 而眼尖的记者发现 他的背部竟有一块巴掌大的血字 你的腰有受伤吗 去年4月震惊全台的高铁炸弹案 律师胡宗贤会制造灾难 放空其货获取暴力 雇用计程车司机朱亚东 联手将两个行李炸弹 放在高铁列车 企图炸台北车站 另两个行李炸弹 则放在西北支立委独家城服务处 企图攻击鸿海董事长郭台铭 但四个炸弹均未成功引爆 才未酿成重大灾难 两人一审被一杀人未遂罪 众判22年及12年 高院昨天二审宣判 在判胡宗贤20年 朱亚东10年半 通知胡宗贤 顽顾群众神明安全 危害之拒 两人听判后 面无表情被代理法院 律师强调会上诉最高法院 而胡宗贤身上的血迹 因是他皮肤病会痒 自己抓破皮造成 已经有用药 动新闻台北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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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